3、4名船員合力扛著一隻潮達隻的魚 將牠固定好後要快速起航返港 因為這條是200多公斤的黑尾魚 14號上午10點38分 宜蘭蘇澳的再發668號漁船 船長抱來加音 表示在台日漁業協議 道三角形海域 捕獲到一隻200多公斤的黑尾魚 返港經過鑑定 確認是今年第一尾黑尾魚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當下沒有想太多 想說應該是有 就是有種魚 不知道是黑尾魚上來 上來的時候才知道是黑尾魚 去年全台第一尾是在東港 但當時南方澳的第一尾 其實也是在發668漁船捕獲 船長李家豪今年連莊還晉級 家人也來一同祝賀 最後這條黑尾魚 重達269公斤 預計後天會在第三漁港拍賣 去年東港第一尾 創下10200人的歷史高價 船長也期待能夠再創高峰 在三天前期的報告 新闡時期待會在三天下 船長也期待會 怎麼會有所謂的 所以就算是新闡時期待會 我們來看